为何帮秦氏明月写完月光后 胡彦斌就被广电总局盯上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2007年 秦氏明月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主题曲 直到制作人听了胡彦斌写的红颜后 眼里顿时有光了 这首歌婉转的旋律 让人联想到万马奔腾的战场 甚至还有许多粉丝将这首歌 和秦氏明月剪到了一起 效果非常好 只可惜的是这首歌 已经被电视剧荆轲传奇 节祖先登了 无奈之下 导演只好找到胡彦斌 让他担任秦氏明月的音乐总监 希望他能再写出一首 与红颜相似的歌曲 胡彦斌回到家后 把秦氏明月看了个遍 脑海中尽是动漫里的内容 灵感也随之蹦发 于是这首旷是神作月光横空出世 歌词不仅和动漫内容相得一张 还跟着动漫一起火出了全貌 甚至还有不少观众说自己 就是为了听这首歌才看动漫的 不仅如此 这首歌从首播开始 被秦氏明月用了整整15年 这首歌也被称为国漫之光 2015年 秦氏明月剧组原本想创新一下 就找来了张信哲演唱新的主题曲《焚情》 可没想到消息刚放出去 就遭到了大量粉丝的强烈反对 表示这首月光才是整部动漫的灵魂 无奈之下 导演只好顺一鸣心 把这首焚情当作片委屈使用 可遗憾的是 这首歌不管是曲子 还是唱功都没给其他歌手留有余地 就连胡彦斌自己都没能超越 更让他震惊的是 这首月光爆火之后 自己就被广电总局盯上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因为这首歌太出彩 胡彦斌被提名为最佳动画歌曲奖 这也让胡彦斌一炮而红 不仅如此 胡彦斌还号称内地周杰伦 因为他写一首歌 最快只需要15分钟 他编的曲还能让人瞬间忘记原唱 就连当红歌手 也害怕他翻唱自己的歌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胡彦斌翻唱了一首 李宗生的山丘本以为会翻车 没想到却唱出了自己的风格 胡彦斌也因这一唱而封神 疯狂追星13年导致家破人亡 父亲一直一出控诉刘德华跳入大海 病态追星究竟有疯狂 1978年 出生于甘肃兰州的杨丽娟 在日偶像刘德华见面后 并且同样的梦连续做了三年 于是杨丽娟开始了 不上学 不上班的 13年疯狂追星路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杨丽娟的父母居然全力支持女儿追星 也许是因为老来的女 杨父杨母对于女儿十分溺爱 不仅同意她辍学追星 甚至不惜为女儿的梦想倾尽一切 1997年 为了能去香港见刘德华 杨父拿出家里全部的积蓄 9900元 一家人参加旅游团远赴香港 但是这次并没能如愿见到刘德华 近万元的积蓄所剩无几 他们只好回家 到了2003年 杨丽娟的父母为满足女儿追星的需求 甚至把家里的房子都卖掉了 从那以后 刘德华的每一场演唱会 但是一家三口只能挤在 每月400人的廉价出租房里 2005年 杨丽娟和父亲再次远赴香港 而杨母独自留在家中 因为忘记关煤气导致煤气中毒 随后大腿被重砸到导致残疾 一大笔治疗费 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血上加霜 可即使杨母受伤 还是没能换回杨丽娟的理智 依旧不管不顾吵着闹着要捡刘德华 一边是老婆的治病前 一边是女儿闹着要追星 为此杨父甚至想到了要去卖身 可杨丽娟听到父亲的决定后 却只是淡淡的说道 卖身太危险了 你最好还是借钱吧 可杨父早就已经借遍了亲朋好友 只能开始借高利贷 2007年 在媒体的帮助下 杨丽娟在香港参加了刘德华的歌友会 她终于和刘德华近距离接触并合意 但杨丽娟并没有因此不满足 竟然还想要和刘德华私下单独接触 但果不其然 遭到的当然是拒绝 随后隔天就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杨丽娟事件 2007年3月26日凌晨 杨父一女儿未能单独私下与刘德华见面 留下早已准备好的七页遗书 在香港跳海自尽 在遗书里大骂刘德华没有人性 父亲去世后 割手杨丞刚资助了他们两万元 用于处理后事 而这个钱他们却没用在此处 而是第一时间接受媒体采访 母女两一口同声 要求与刘德华再见一面 不然杨父死不明目 面对道德绑架 刘德华顶住了压力 拒绝助长病态的追星风起 再次遭到拒绝后 母女俩又发起诉讼 要求刘德华赔偿30万元 结果不出所料的败诉 父亲离世后 再没有人毫无怨言地供杨丽娟追星 在全国上下的舆论生中 他成了不仁不义不孝之人 随后他便销声一剑 但在事件爆发后 甚至还出现了杨丽娟的效仿者 导致刘德华因压力太大 不得不去看了心理医生 这件事最无辜的就是刘德华 即使顶着这种压力 他还好心帮助他们 害了高利贷 而且是以逆免的方式 在十几年后的采访里 因为病态追星 毁了自己家庭的杨丽娟 终于感到了愧疚和自责 这也许即使他成长的代价吧 不过实在太大了 天气真的非常冷啊 看日子在这倒 注意看 杨阳身旁的女主持 双手都在颤抖 因为当天的活动 是在零下八度的天气中举行 就连全副武装的雷佳音 在走红毯时 都被动到失去表情管理 可想而知 这位穿着保全的女主持有多冷了 紧接着上场的杨丽 也是被动到搓手 好了 我已经看到 力已经瑟瑟的发抖了 我们赶紧放她走吧 赶紧放她进去取暖吧 赵丽颖更是直接被动哭了 即使她努力在控制着自己的表情 可眼泪还是止不住的往下流 当然 这些明星最多也只是走个过场 最惨的还是女主持 活动才进行到一半 男主持就先溜了 他只能在严寒的天气下 苦苦站了三个小时 全程还要保持微笑 下台后直接发起了高烧 真的太不容易了 其实大多数女明星冬天 走红毯都难逃薄杀上阵 霓虹杰身穿吊带礼服 魔鬼身材展露无语 可风度有了 身体可受不了 她直接被动的双手颤抖 等到离场的时候 还在不由自主的打冷战 在另一场活动中 关小同才走下楼梯 脸直接被冻僵了 后来实在没办法 只能边走边拍自己 那一言难尽的表情 而江树莹却不会委屈自己 直接了当地表示 我太冷了 我先走了 杨子就更机灵了 同行的张艺山爆料到 她穿着毛口来了 不过女明星中最聪明的 还得是周笔唱 别人都是露尖露腿 她直接套了个西装就来了 在红毯上想站多久站多久 丝毫不觉得冷 落имо 《暗中第一 Blade》